大家好 我是爱说爱老王 哎呀 我现在声明啊 我不歧视任何人啊 我不歧视美国人啊 我觉得美国科技确实高大上 但是怎么阿尔特密斯一号又没成功 你告诉我啊 这回听说不是光侧漏了 这回温感传感器又出问题了 咱行不行啊 咱别修了 越修着玩 毛病也脱 73年 93年 佛工佛工代三年啊 听听这个来自于一个北美学者的一个博客好吧 他也是刚刚发出来不久啊 因为这个美国东部时间11点多钟嘛 这个这个这个两点啊 下午两点到四点原定地区发射的这个 周六发射的这个阿尔特密斯一号又不成功 听一下怎么说的啊 标题 再一次发射取消 阿尔特密斯一号为什么总是上不去 我们在一次次的惊喜中 现在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它将推迟到今年十月 华雅航舰 就在9月3号的这一天下午 预计在两点到四点起飞发射的空载型阿尔特密斯一号火箭 又一次爆出了故障的消息 来自被迫的取消了这一次的发射 而这一次的故障和上一次的故障 经过几个小时工程师的连续排查 终于发现这一次的故障不再是氢氧燃料的泄漏 而是出现了四号发动机上面的 温感传感器的启动失掉 启动失效传感器就导致发动机无法进入适合温度的发动状态 所以等同于四号发动机没有启动反应 而三号发动机的泄漏问题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现在让我们真的感觉到有些非常的疑惑 对于火箭发动机来说 不论你是百万吨级的 还是说一吨级的 它的传感器系统是原理都是一致的 不会有任何的偏差 也就是说美国的火箭发动机 不管你是能够推五百吨的 还是推一百吨的 实际上温感传感器都是一致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上一次的发射过程当中 为什么就没有出现温感传感器的问题 而是产生了泄漏问题 而这一次泄漏问题还没有解决 又出现了四号发动机的温感传感器的问题 为什么越检查漏洞越多 错误就越多 我真觉得很奇怪 难道美国的阿尔特米斯一号火箭 真的再也上不去了吗 据悉 奈萨发言人称 他要到今年的十月中旬才能有一次新的发射机会 在我看来 不待宇航员上天 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这样的火箭现在已经出现了连续性的事故 如果真的把宇航员送上天的话 恐怕送不上天 宇航员就会跟着火箭一起葬送在蔚蓝的天空当中了 我已经对这个阿尔特米斯火箭从它的开始阶段的兴奋到达了现在的反感和疲惫 画点横线嘛 修修补补又三年 上一次说侧漏啊 那个清然要往侧漏 说阀门问题 好歹不是中国出的阀门啊 不然这锅又甩到中国身上的 已经甩过来了 这回又说是四号发动机的温感传感器出现问题 没有启动发动机的环境测试 就是环境启动装置 没有环境启动装置呢 火箭发动机是不会自动点火的 这里咱们先说明一个问题 这位博物总说的对啊 这个火箭发动机甭管是100吨的还是500吨的还是1吨的 它的温感传感器和环境传感器这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原理性的区别 它都应该起到一个接到点火指令以后 让发动机达到这个预点火之间的升温的这个环境 发动机才开始点火 但是你达不到这个体系 就证明这个温控传感器是有问题的 上一次检修的话呢 是阀门侧漏 大家都知道吧 侧漏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买老王的尿不湿啊 这个实行三包代办脱印 质量好 价格优 批发打九折 还免运费 多好的事 还有小红包 但是这一次出现的不是阀门泄漏 而是温控传感器 发动机上有一个温控传感器 指令传输到这以后 它就让发动机马上预热 达到点火的效果 不能常温点火 因为它是氢氧嘛 然后注入燃料以后 它就准备开始起飞 所以这个传感器就出问题了 这行不行啊咱们啊 不行咱别干了啊这事儿 这是干不了的啊 这网上越长毛病越多 哎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有一个片子叫《上帝之手》 我看过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去 这个《上帝弄来的风雨雷电》啊 这个都来了 都全了啊 风雨雷电 全来了吧 它前三次都赶上了 这回上第四次又赶上一个发门泄漏 这回又来了一个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而就在这个同时啊 这个 中国发了一枚自己的新的运载火箭上去了啊 又又又又上去一颗火箭啊 这是245次成功运转运行了 这是一个来自于俄国方面报道 那个报道我到时候明天再给你们读啊 今天就先读这个吧啊 哎 好吧 听听听欧美网友怎么说吧 这又是一件让大家高兴的事情啊 唏嘘的事情 唏嘘的事情 一个美国网友 又没有成功 又失败了 为什么阿尔特梅斯总是失败 难道说这个火箭对于我们真的太先进了吗 又一个美国网友 没听到NASA的工程师解释说吗 这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你记住 不管什么样的火箭发动机都少不了温度传感器 不管它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 就算中国的火箭发动机上也必须有这个传感器 又一个英国网友 这就证明阿尔特梅斯一号火箭的发动机有问题 因为发动机上的传感器出现了故障 但是到现在工程师们还没找到故障的原因 又一个德国网友 是不是这个传感器又是来自于中国生产的 赶快报道 因为这个传感器貌似来自于中国生产 所以阿尔特梅斯火箭今天没有成功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个理由太好了 我觉得和BBC一样 CNN马上采用这个理由 明天就出早报道 立刻把锅甩给中国 又一个小本子网友 这是一个甩锅精妙的办法 上一次阀门就有美国朋友爆出 据称这个阀门的生产材料来自于中国 这就等于又甩给了中国 如果我觉得就像一位英国朋友说的 如果没有了中国 恐怕美国人真的无法向国民来解释这些技术性错误了 又一个弹子的王 又没有成功 又要推迟 这一次要推迟到今年的十月 不是原定计划 阿尔特梅斯二号火箭要在明年就发射吗 那么今年一号还没有成功 明年的二号 怎么办呢 又一个弹子的王友 中国又在今天不久发射成功了自己的一根火箭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他们就是在气你们 又一个美国的王 这一点谁不知道 他们选择这个点发射火箭 就是要气死我们美国人 我们美国人绝不生气 又一个美国网友 现在生气不是道理 我们一定要找到出问题的问题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越检查问题就越多呢 又一个英国网友 是这样 我记得有位中国的网友曾经说过 叫不检查所有问题都没有 一检查全是问题 又一个亚洲的王 我也知道这个话 我们的网络经常有这么句话 其实那来自于我们的一段小品的内容 一查一查全都出问题了 又一个亚洲的王 这一次阿尔特梅斯一号火箭没有成功 是不是因为你们又扰动了我们棉花事件的那些问题 好像不久前你们又承动了某些人搞了对我们棉花事件的攻击 所以这几次又是上帝给你们的上帝之手 又一个亚洲王 我也真觉得是这样 我先向大家声明 我不是有神论者 我是无神论者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美国阿尔特梅斯火箭已经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一切的上帝的感恩 风 雨 雷 电 再加上伐门 今天又出现了温度传感器 下一次是什么呢 又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这位大陆网友一说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了 风 雨 雷 电 阿尔特梅斯火箭都遇上了 这一次上一次是伐门 而这一次真的是温控传感器 又一个小本子的网友 天呐 不要不要不要这样 今天晚上我还想睡觉呢 又一个美国网友 跟这种事情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因为很多的原因造成了这个火箭没有成功发射 又一个英国网友 我觉得这位大陆网友提到的这个非常好 有一定的信仰色彩 我觉得美国人回去好好拜一拜我们的上帝 可能上帝就会原谅你那些错误 又一个德国网友 是不是你们发现一个问题 只要美国和中国在最近搞一次事情 阿尔特梅斯就要失败一次 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某种巧合呢 又一个美国网友 有可能是这样吗 你们真的总结出来吗 这时候一个南美网友跳出来 你咱闹真的没有发现吗 你们的前三次失败 风与雷电都有 而第四次失败是因为罚门故障 这一次失败突然又出来一个四号发动机的温度触感器 又一个印度网友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我们的纳比兹神就是一种控制能力的世界万女之神 你们可能得罪了我们的纳比兹神 我们印度已经形成了第五大经济体了 你们都不尊重我们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跟你们形成了第五大经济体 有一分钱关系吗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咱们会越来越毛病越多 又一个亚洲网友 天哪 我觉得放弃吧 兄弟不要再坚持了 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补再三年 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越查毛病越多 又一个小板子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在某些细节方面 还需要重新的进行精致 现在我发现毛病都出在一些不是特别特别关键性的微小型的部件上 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地方会再去出现毛病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觉得目前中国的火箭发射成功的概率有些太惊人了 他们的火箭已经运行了245次 难道说就看着中国这样天天成功吗 又一个亚洲网友 真不好意思 我们的火箭现在就像放礼花一样 想放就放 什么时候都可以放 随便就能放 刮风能放 下雨能放 大雷他也能放 又一个 这就是属于技术上的侮辱东欧巴 技术上的欺负人 又一个谭刺的网友 美国作为最先进的西方盟国的代表国家 我觉得不应该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本来现在中国的组合式空天机 空天轰炸机出现了以后 盟国的心里就已经蒙上了阴影 不要忘记所有盟国的天空都在压轨道的底下 他们都可以在上面横行飞行 而现在你们又在特密斯的这个问题上 没有一次成功 有一个美国王 美国必须伟大 美国必须成功 有一个英国王 喊口号解决不了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 能不能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仔细的检查所有特密斯的那些部件 包括所有的损管部件 都要进行详细的检查 你们美国工程师做事的态度 如此的这般 一个亚洲王 嘿嘿嘿 我觉得你们检测工程师里面 不会有印度网友吧 不会有印度的工程师吧 有一个印度网友 怎么你们这些该死的大陆网友 为什么欺负我们 我们哪里不好 我们的工程师在美国的硅谷 都是最顶尖的人才 有一个印度网友 不要理他们 他们经常这样 幸灾乐祸 到处起哄 不过我觉得 阿尔特梅斯一号 这回没有起飞成功 主要的原因怎么会出现在温度传感器上 是不是 这个东西也是中国生产的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可以给你们建议 这个东西 我知道美国军方是从哪里采购的 他们好像是通过某宝采购的 又一个亚洲网友 我也觉得有可能 某宝上这种东西可便宜了 能够节约成本 听说NASA的经费早就不够用了 又一个美国网友 天哪 这些来自于亚洲的朋友 你们真的够能捣乱的 这种传感器是不会由你们那里采购的 放心吧 NASA生产这种东西还是没有问题的 又一个美国网友 你说的是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了这个温度传感器上 为什么4号发动机会出现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个小东西出现问题 我觉得也很正常 我家的水箱上面也有温度传感器 也会经常的出现一些问题 可能都错过了加水的机会 使我的汽车就冒烟了 又一个英国网友 不用再解释了 我觉得在细节方面 美国的现在的很多的东西体现出来 细节上太缺失了 又一个欧洲的网友 能不能这么解释 因为发动机太过于先进了 所以美国人经常出现小问题 因为发动机太先进 这样的解释最好理解 又一个英国网友 这是在帮助美国人找借口吗 就像我们的唐金街10号 他们已经把英国的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还在找借口 又一个法国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解决了温度传感器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明天又出来一个液氧传感器 后天还有测试传感器 天哪有多少传感器一个火箭上 一个德国网友 传感器很多 如果要都检查一遍的话 不知道一个月内内 NASA工程师能不能做到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对于火箭来说 它绝不亚于EUV的那种机器 你们以为EUV机器天下无敌 世界上没有人能造的出来 实际上EUV的机器并不是那么的难 只要看你有没有心思把它彻底的攻破 而火箭性质就不同了 一枚火箭发动机上拥有着几千万个零件 如果要真的检查起来 可能你连一个螺丝都要看一遍 一个美国网友 这事不可能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十月中旬根本发射不了 恐怕NASA也只能进行周边最应急的一些部件的检测 就说到这儿 又没成功 怎么回事 不行 刚才我做那广告 老王拍尿不吃 你不行买我的尿不吃你先贴着 三号发动机已经能用了 四号这个温度传感器咱再想办法 不行我们家还有炸盒 我们叫变牙器 我见你俩你知道吗 我这能用 哎呀 咱别多说别的 多说别的 回头亲密网友有点骂我 老王你又一银 人家人家就是暴震传感器 那个温度传感器有点小问题 马上就能解决 不是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十月份再出什么传感器的问题 就跟有个网友说到这儿 你这玩意你还上去吗 这辈子 你就这么新三年 旧三年 风波步步再三年 所以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别跟中国闹事 你试试 你消停一个月 什么事也不干 你看他怎么上去 我也是无神论 我先生命啊 好吧 你有什么想法写在下面 支持好王长 点赞我这推荐 加热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